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秘》。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958集 木冰梅 朱雀庞大的身子之后 则是众多的修士 其中有六个老者为主 这六个老者赤红织袍在身 一股滔天的强者气息弥漫 一个个竟然均都是碎孽修士 寻真灵所在便是觉醒族人之处 更是之前的传来奇异感应之地 此行怕是危机重重 但我等即便拼了一切 也要保那觉醒族人平安 六人相互看了眼 都看出彼此眼中的坚定 在他们身后 那众多的朱雀圣宗之人 同样一个个目录坚异 同一时间 修真联盟总部内 从那漩涡之上的星球中 传出一个充满了威严的声音 藏环与罗天之战 请全力去清临洞府所在之处 而在这声音传出之时 修真联盟外 清水的身影 缓缓地幻化而出 他盯着修真联盟的总部 眼中露出极静的鸿蒙 同一时间 在这联盟星雨内 昏须知境中 那之前察觉出亡灵心神的老者 神色露出复杂 摇头之后 身子一步迈出 回头间 目光落在了下方 那面色冷漠的昏须圣语 目冰眉身上 你地久分身因劫而毁 此劫既然已经来临 你何必再躲呢 那神色始终冷漠的绝美女子 低头沉默 那地久分身既因她而孽 你无论如何躲避 都始终要去面对 当年 你把那周如小姑娘救下 老夫就明白 你的心神 已经因那地久分身而乱 老者内心暗叹 身在半空 抬头 探向虚无 记住 你是昆虚圣女 穆兵梅 不是朱雀星 与那寻常修士 淡下义子的柳梅 在你的身上 有光复我昆虚之境的使命 更有对抗界外之民的责任 界内与界外 开启的时间 不久了 她不是寻常修士 没等老者说完呢 这冷漠的女子 抬起那可以让任何人都怦然心动 甘愿为其付出一切的绝美之恋 平静地开口道 你 难道还执迷不悟不成 老者皱起眉头 我只是告诉你 她 不是寻常修士 这冷漠的女子 声音平静 但语气却略重了一些 好 即便她不是寻常修士 即便她不知以何方法 可以心神来到这里 即便是她的修为 可以最终达到第二步的巅峰 但 那又如何 老者神色中 透出一股不屑 他终归 也就是一个修士 这老者并不知道 他口中的这个小小修士 还是朱雀圣宗 倾全宗之力 也要保护的觉醒者 他更不知道 这小小的修士 拥有古神血脉 这古神血脉 并非传承而来 而是王林肉身崩溃后 凭借图斯技艺 修行古神诀 重新凝聚而出的身体 这身体 就是血脉根源 他同样不知道 这小小修士 拥有天命 你曾经也只是一个修士 绝美女子 看了老者一眼 平淡地说了句 老者脸上露出苦笑 却是一时之间 不知该再说些什么 你放心就是 昆虚圣女的责任 与因作之事 我不会推陷 但 有关我的私事 你不能干涉 也没有身份去干涉 我与她的事情 不需要任何人去参与 绝美女子声音 斩钉截铁 容不得半点妥协 老者暗叹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望着天空 说道 老朋友的肉身被夺舍 我要去一趟 你是否同去 绝美女子沉默片刻 神色中露出复杂 但最终啊 却是坚定下来 点了点头 先帝洞府第七层内 那所有岩浆 全部凝聚 化作一头火龙 死龙硕大的头颅抬起 盯着下方众人 一股无形的威压 顿时弥漫开来 更是在这威压中啊 那火龙鼻尖 有两道充满了 高温的热流喷出 那巨大的两根龙脚 更是通体赤红 散发出浓浓的炙热气息 如蟒般的身子 此刻环绕在下方 使得这火龙 顿有一种 疲逆天下的气势 带着愤怒的目光 在下方众人身上一扫 这火龙首先看到的 就是汪林 在汪林那弱小的身体上 他感受到了一丝 熟悉的气息 这熟悉啊 便是火源力 背着火龙目光凝望 汪林心神一阵 但却没有低头 而是缓缓后退 只是片刻 那火龙就收回了目光 直勾勾的盯着虚空子 与古妖古魔等人 怒吼中龙头一沉 直奔着三人吞噬而来 汪林内心松了口气 瞬间后退 神识看去时啊 只见那火龙咆哮中 立刻这先帝洞府第七层 顿时成为了火海 那浓浓的火焰燃烧之下 古妖贝罗双目一闪 竟然不再逃遁 而是转身双手掐掘之下 腰气纵横 化作一个通体绿色的腰头 直奔后方的骨膜 吞噬而去 许空子更是掐掘中 身体外黄沙化作风暴 环绕全身 形成一个约十丈大小的 黄沙壁垒 把那火焰阻挡在外 但以他此刻的修为啊 却是无法阻挡太久 那黄沙风暴几乎刚一碰到火焰 就立刻发出烹烹之声 竟然迅速的干裂崩溃 而那古摩塔家 则是神色冰冷 双目带着嗜血的魔芒 一步之下 迈出沙哑的狂笑道 怎么不逃了 区区一头当年 看守此地洞府的火龙铃 竟然也敢视瞩目 古摩说着 右手掐掘向着上方一指 口中低喝 且让你看看 当年先帝清灵的神通之术 我知焚天 此言一出啊 立刻那古摩所在之处 随着其一指 立刻就有一股黑色的魔火 轰然而出 这魔火刚一出现了 便立刻向着四周横扫 浓浓的高温弥漫 顿时就充斥了这第七层的天地之间 就连整个天空也是被魔火弥漫 横扫之下 天空瞬息间就成为了一片黑色 尽是魔之火焰 这火焰内散发的高温呢 也蕴含了魔气 不但可以焚烧一切 更是魔气入体 使得原神崩溃 一时之间呢 天空之上魔火覆盖 那头火龙怒吼中 立刻火焰疯狂的散开 与天空之魔火对抗 其身呢 更是一动之下 顿时这第七层地动山腰 那火龙庞大的身子 直奔骨魔而去 骨魔嘴角露出冷笑 右手从身向天空落下 一直点在了那咆哮而来的火龙身上 就在这一刹那 立刻天空的魔火呼啸降临 如同一道道魔火流星 轰然间直奔火龙弥漫 这一幕惊天动地 只见天空无尽的魔火 刹那间就落在了火龙身上 魔火不断地落下 转眼就把火龙全身覆盖 使得这火龙看起来 全身好似 魔气滔天 阵阵怒吼 以极惨痛地咆哮回荡 那火龙挣扎中一头撞来 但却在临近骨魔的瞬间 骨魔塔架 右手向前一按 顿时就有一股无形之力弥漫 竟然在距离石杖之时 把那冲撞而来的火龙生生地抓住 任凭那火龙如何挣扎与咆哮 竟然都丝毫无法挣脱 这一幕 看得古妖贝罗立刻倒吸一口气 你 你竟然可以施展清灵的身头 更是可以发挥其身体内的无形之力 贝罗眼中露出骇人 他清楚地知道 这一切意味着眼前这个骨魔塔架 多舍清灵肉身 已经达到了心生归一的地步 没有任何犹豫 古妖贝罗内心苦涩中 放弃了一切进攻的打算 再次后退 他明白 依自己的实力 即便是加上这洞府内的所有人 也绝无法再改变清灵被夺舍的这一现实 本魔当年不惜一切代价 更是与清灵在这肉身内斗了无数万年 为的就是清灵的神识记忆 与全身修为 更重要的就是这具肉身 骨魔隔空抓着火龙 向前迈步走去 口中更有狂笑传出 不要 你我当年在界外就是大敌 如今你在本魔面前就如同蝼蚁 在本魔完全地与清灵肉身融合后 就可以真正地拥有这具 被清灵祭练了无数年 可以破开一切规则 天地间没有任何地方 能阻拦脚部的规则之体 有了这具身体 本魔更是可以追溯古之先祖的脚部 达到我骨魔一族 真正的九星境界 一旦到了九星 我骨魔塔家 就可以进入骨之先祖遗迹 获得真正的反骨之力 骨魔塔家的狂笑之声回荡 他身子前行中 那火龙挣扎的不断后退 怒吼连连 但却在骨魔一挥之下 火龙立刻被抛出 清灵神通 魔之 焚天珠海 他家双眼魔眼轰然而动 刹那间呢 这第七层地面 顿时就有无尽的魔气弥漫 这些魔气之浓郁啊 好似成为了实质 竟然在转眼间 就化作了一片魔海 怒浪翻滚 王林身在其内 眼中露出震惊 不仅是他 此刻就连那虚空子 也是身在魔海内无法自拔 就连古妖贝罗也是如此 远处那火龙 同样在魔海内咆哮 但一双龙木那样 竟然也有害人 随着古魔塔家一句 焚天珠海 顿时啊 这魔气所化的海水 立刻沸腾起来 阵阵魔气升空之下 这海面 刹那间就出现了无数气泡 更是蕴含了 无法想象的高温 这焚天珠海 取的就是把整个海洋煮沸 让其完全消散 崩溃的意义 更是让一切身陷其内者 没有半点挣扎出的可能 随着与这古魔塔家的短暂接触 王林已然发现了 此人随着时间的度过 似乎越来越强 比如这神通 在之前第九层 此人怕是很难实战 但眼下 竟然可以把当年先帝的神通用出 想到先帝清临的神通无数 王林就是头皮发麻 但此刻啊 却是容不得他多想 身处摸海内 那无尽的海水弥漫之下 波涛卷动 天空中的魔火 更是不断的下沉 整个摸海内 顿时出现了大量的水汽 眼看着海水越来越少 在那魔火下就如同困牢 可以把人困在其内 生生的焚烧煮死 就在这危机之时啊 远处的虚空子脸上 露出惨笑 咬牙之下 右手一拍额头 顿时其肉身轰的一声啊 就此崩溃 这崩溃中 顿时就有一股疯狂的冲击 轰然而出 向着四周一推之下 竟然使得这海水出现了一个漩涡 更是连天空下沉的魔火 也有凹象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尔登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